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如今距离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 就要跟观众见面了 除了是团圆的日子以外 央视在这天也将打造晚会 也庆祝这个传统节日 尽管央视的中秋晚会 是以录播的形式进行 所以缺少了一定的互动性 但也免去了直播所带来的 很多位置因素 毕竟在过去几年 都是这种模式 相对比较稳定一些 而且在本月初进行录制的时候 央视就通过网络直播 公布了此次嘉宾阵容 分别有萨鼎鼎 尚文杰 钟振涛 王祖兰 周深 毛小彤 韩磊 谭维 陈彼得 夏宇 刘诗诗 景博然 凤凰传奇 杰克俊秀 雷佳 杜江 丁真 玉可韦 王凯 欧阳娜娜 甚至央视很多主持人 也将登台表演 但不光是央视一套 作为六公主 也同样在中秋节当晚 打造了一场晚会 叫大湾区中秋音乐节 阵容直接碾牙前者 分别是 赵丽颖 景田 成龙 谭永龄 张志玲 欧阳娜娜 周深 常石磊 陈法荣 陈飞宇 陈松林 陈伟霆 陈小春 邓超 谢霆锋 苏奇 张小肥等 基本上集结了电影咖的半壁江山 但这也仅仅是一部分 而且发现参与的港新也将成为历年之最 可谓是看点满满 本以为今年中秋晚会是央视的内部竞争 但在昨天 芒果台正式宣布也将打造中秋晚会 消息一出 瞬间引发众多网友关注 由于现在娱乐圈正处于整顿阶段 基本上除了央视以外 上星卫视方面都低调了不少 在过去遇到传统节日的时候 也只有芒果台敢跟央视正面竞争 可由于湖南卫视一直主打年轻艺人的流量市场 面对现在这个局面依然敢于打造晚会 也是勇气可嘉 而且近段时间电视台的主持人也频频爆出丑闻 所以争议性也不少 或许电视台方面将这次的中秋晚会 当作上星卫视品牌形象的晚会吧 虽然官威还没有透露嘉宾阵容 但已经有娱乐博主提前曝光了名单 分别是 毛晓彤 杨乐 任豪 张杰 周深 契威 李承炫 熊祖儿 王熙 赵鹏 李斯丹妮 张寒韵 胡夏 杨成林 肖敬腾等 作为曾将主打流量明星的阵容情况可谓是一去不复返 当中仅有任豪艺人 基本上可以说是全军覆没 但芒果台的中秋晚会也有它一定的优势 就是一直以直播的形式展现 这样也能增加跟观众的互动